好的 谢谢主播 本周英国和澳洲政府相继宣布 正在采取法律行动 制止中共试图利用高薪招募现役和退役空军飞行员 来帮助训练解放军空军 多家媒体近日披露 英国多达30位退役空军飞行员 收受相当于37万家元的年薪 为中共培训解放军飞行员 澳洲退役飞行员也被曝参与其中 据悉加拿大人也是招募的目标 加拿大国防部发言人勒布希利埃 对《环球邮报》证实 加拿大军方正在调查 是否有退役飞行员受雇于中共 他指出 退役军人离开加拿大武装部队后 仍然受到信息安全法的约束 需要遵守保密承诺 联邦保守党国防事务评论员备赞敦促 加拿大武装部队需尽快调查此事的真实性 任何破坏国家安全的人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保守党议员已在众议院国防委员会提出动议 要求国防部长阿南德就此事作证 目前该议案尚未进行投票表决 好的 现在把镜头交还给演播室 好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——YK